大家好,我是不定向飛靶選手楊坤壁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不定向飛靶 不定向飛靶它的總射擊的次數是125伐 有五個靶位 然後每一round就是會有五次 所以一盤會有25伐 統稱滿分為25分 那所以射擊五次是125伐 就等於是125分 力上有一個正方形擺點 那是我們所謂的出靶口 那不定向每一個靶位它有三台靶機 所以有五個靶位就有15台嘛 每一個靶位它的方向都不同 它有三台左、中、右組成 所以你在射擊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它是從哪個方向飛出來 那我們的靶是由這個瀝青跟石灰所製成 它會噴漆成橘色是因為方便在辨別它靶的位置 我們這項運動所使用的槍枝是 是十二口徑的散彈槍 那使用的彈藥是24克的火藥 以不定向飛把來講 它一個把在預賽的時候可以射兩發 但是一旦你進了決賽之後 它只給你一發的機會 決賽把的話會用的是這種 它的底部會有粉塵 應該看得到 讓你在決賽中容易的判別是不是有擊中這樣 以上是不定向飛把的介紹 那希望大家能夠更了解這場運動 然後來為我們選手加油 阿扯